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主播黄仁杰 香港女大声张倩吟 日前在立法会的国歌法公听会上 说她听到中国国歌就响吐 引发在场行政委员的不满 影片被po上网 也立即遭到中国官媒和网友炮轰 香港立法会五月初 举行有关国歌法公听会 香港大专院校学生组织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主席张倩吟 在公听会上表示 她听到中国国歌令她响吐 张倩吟表示 生起礼的时候每一次播国歌 她都低头默哀 因为共产党杀害好多中国人 六四的时候杀害好多爱国学生 每次听到国歌都令她作呕 还说每一次播国歌都是杀人政权 还存在和掌权的证明 此番言论一出立刻引发争议 公听会上的行政委员当场怒呛 要她干脆离开香港 别用抗争的手段搞乱香港 随后张倩吟被以扰乱秩序 不按程序发言等原因遭驱逐出场 后来还遭到中国官方媒体和网友围剿 痛批她是港独 人民的敌人 甚至流言恐吓 此事受到外国媒体关注 认为这是香港言论自由 再次遭到重击 张倩吟向澳洲广播公司表示 他们看到中央政权逐渐以威权统治方式 插手香港的事 香港人的权力正在被侵犯 她也透露学联代表会的下一步是公民抗命 会故意违反这条法律 以示抗议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